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法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开始呢 咱们再开一个新课程 什么课程 MongoDB 不知道您在工作中用不用过数据库 我想您若是学生朋友 你肯定学过数据库 对不对 那我不知道您接不接触过MongoDB 咱们可能在学数据库的过程中 可能用的更多 可能是Olico SQL Server Access 等等吧 可能对MongoDB 不知道现在大学讲不讲 反正我们当上大学那这 没有讲到这个数据库 那咱们先看一下 这个数据库是什么数据库 我这有一个定义 MongoDB 它是一个面向文档的免费数据库 它多用于数据采集和分散式管理 MapReduce 特别是在大数据处理方面 比较擅长 比较有优势 在介绍MongoDB之前 咱们在学习它之前 我这找了一个数据库引擎的排名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就这个网站 大家请看 这个网站是全世界数据库的排名 咱们看一下排在第一的是谁 大家请看 首当七双Oracle 这个是非常成熟的商业级的数据库 排在第一无可厚非 第二 MySQL 这个用于网站建设 现在好像说很多相当一部分网站 都是使用MySQL建设 所以它排在整个世界的第二位 我也可理解 没问题 第三位 MySoft的SQL Server 这个SQL Server 我也是当初用的很多 而且当上大学的时候也学的也是它 它在企业内部应用比较多 驾驶网站可能相对少一些 因为现在驾驶网站用ASP.NET就比较少 对不对 用ASP的更少 但是它作为企业内部来说 这个数据库是非常的方便 第四位 大家请看 是Postgre 它是伯克利大学的一个开源数据库 其实现在我现在工作中 用的最多数据库 其实是Postgre 也是非常的方便 今后我也准备开课程讲解Postgre的用法 好 咱们再看第五排的是谁 第五是谁 MongoDB对不对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了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 我这有一个什么 不是我这 是这网站有什么 大家请看 就Database Model 什么意思 数据库模型 咱们看一下 前四位都是什么 Relational 什么意思 关系型数据库 一到第五个 这MongoDB了 大家注意看 变什么 Documental Store 文档存取 文档型数据库 那么文档型数据库 和这个关系型数据库 有什么区别呢 以前咱们学过 这个关系型数据库 都学过这个SQL 对不对 Select Update 对吧 那么文档型数据库 是个什么样的操作呢 这是在我的课程中 会给您讲到 好 接下来第六名第七名 这就是DB2 这IBM的 然后Microsoft Access 这是单机版的数据库 应用也比较广泛 Ladys 这是这个 Ladys主要用这个缓存 服务器 好 接下来就还有阿帕奇的 这个咱就都不看了 哦 我进来的一个 这不管了 好 咱们再看一下 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 面向文档的数据库 第二 面向关系型数据库 面向文档数据库 就是咱们进入的 这个MongoDB 对不对 然后面向关系型数据库 刚才给您介绍过 Oracle Microsoft SQL Server MySQL Postgre 这都是比较著名的 咱们建网站 或说企业内部架构 跑不出 这几个数据库 你说IBM DB2有没有人用 有人用 但是反正 我只是听说过 反正我没用过 而且我做这么多项目 一次都没有用过 IBM可能这个DB2的推广 不是特别好 这是后话 好 接下来 NoSQL 这就是咱们的主题 NoSQL 就换句话说 咱们也要操作数据库 但是呢 却不用SQL操作 那么咱们怎么操作 以后会有人讲到 那NoSQL都有什么数据库呢 我给您写了两个 MongoDB Ladies 这个我用它做这个缓存服务器 这个今后有机会 也会给您讲到 那咱的课程 重点讲解 是MongoDB 好 那咱们再看一下 它的官方网站 大家 这就是它的官方网站 非常简洁 MongoDB 这个出MongoDB的公司 它也是个上市公司 所以您不用担心说 它这个数据库 是不是我用几年就没有了 不会 至少五到十年 咱们肯定是 完全可以用它 没有问题 而且 说到这个 而且 大家请看 它这句话英语什么意思 MongoDB 出了一个多文档的原子型事物更新 以前MongoDB 它只是用于比如说存取捞过 记录用户行为 它不支持事物 但是呢 今天开始 它正式支持事物 这是一个重大的更新 因为咱们现在用的是三点 三点几 最新版本 现在它从4.0开始 是完全支持原子型事物 这个是MongoDB的一个革命性的里程碑 有兴趣朋友了 可以读一下它的博客 好 就是它的官方网站 这是它的博客 有兴趣朋友了 可以读一下 不过咱们这次讲解 还是讲 因为它4.0还没有出 咱们这次讲解 还是以这个3.3.几为准 3.6还是3.8 我一会儿再看一下它最近版本 那么咱们说一下 学我这个课程的技术准备 大家请看了没有 很奇怪吧 一般学数据库要准备什么 SQL语言基础吗 不 咱们学MongoDB 您要具备Java脚本 JavaScript的语言基础 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奥妙自在其中 好 今天我就大概给您讲一下 我这个课程的开始 MongoDB 今后从第二期开始 咱们安装数据库 到如何使用 如何更新 我都会给您一一的讲道 请您期待 好 今天是MongoDB第一课 我的课件会放到 看中的服务器 然后我的视频会传到 优酷YouTube 供您观看 这个视频就给您放到这里 咱们从下期开始 正式安装和使用 MongoDB 咱们下视频再见咯 拜拜